給我二十萬就說 這就當作是你們的嫁妝 然後就讓我們去度蜜月這樣 所以也是媽媽出的錢 對 因為那二十萬是媽媽出的 二十萬怎麼玩 二十萬就國內有玩又玩吧 國內 二十萬應該都國外去了 對對對 我們有去夏威夷跟日本 還去兩個地方 對 因為那時候夏威夷沒有直飛 所以他在日本要轉機 對 那我就想說 那這樣剛好可以玩兩個地方 二十萬夠嗎 二十萬夠 你坐經濟商就夠啊 沒有 不要殺 背景票差很多啊 背景票差很多啊 對 我們是坐經濟商 因為我們那時候大概 兩個人的票價差不多六七萬吧 對 然後住什麼 但是 也是住還OK的 大概也是差不多四五星這樣 因為我已經忘記住什麼了 但是就是差不多四五星這樣子 對 也還OK啦 但就沒有賣額外的東西嗎 沒有 就可能 我去日本有購物一點 都那麼窮了 還購物 沒有 可是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覺得說 我覺得度蜜月就是要放輕鬆 就是去玩 可是你們不是有在路邊 吃便利商店的漢堡嗎 對啊 那是關島 那是我們 還有錢去關島 沒有 我們後來 沒有 我們後來有賺一點錢 後來賺了 對 然後有去關島玩 然後關島是因為那邊物價很貴 然後我老公又很小氣 然後我們兩個 就你知道嗎 然後飯店又是住那種很四星 就是很像那種 一般的那種鋁舍那一種 然後裡面很髒那一種 就是臉被會起毛球 對 然後又被子蓋不暖啊 然後我們就坐在 我早餐就 因為它沒有附早餐嘛 然後我們就走在路邊 然後路邊又兩邊又很冷清 因為不會玩 然後兩邊又很冷清 然後我們不是跟團 是自由行 所以然後物價都很貴 一瓶可樂 大概七八十塊台幣 所以我們就買了漢堡 就是那種漢堡 就是那種裡面一塊起司那一種 很薄 對 然後就這樣加一片起司 然後大概六十幾塊台幣 然後我們就當早餐吃這樣 那這樣有好了嗎 就... 所以我一點印象 所以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只記得很苦的日子 然後昌明都記得 可是我都記不起來 對 那任爸爸有蜜月嗎 有 我們當初結婚 我們六十六年結婚的時候 是... 當時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婚禮是三十二桌 就很大場面 然後其實我只認識兩桌 三十桌都是我父母的朋友 一桌是我同學 都是長輩的 一桌是我同學 一桌是我同事 然後那個時候 我第二天就蜜月 當時我父母親講 就是說 因為那個是經濟比較拮据 那就是辦的費用 跟所有的費用正好對 差不多平等嘛 平衡嘛 所以沒有餘錢給我 當時我的蜜月費用 是我太太 因為在公務員 教職嘛 是有教室有這種 結婚補助費 兩個月薪水 真的嗎 一萬塊台幣 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我太太一個月薪水 只有五千塊台幣 民國六十六年 那她兩個月的這個 結婚補助費用 一萬台幣 不是凱善 不是凱善 那個是沒凱善 墾丁賓館 然後還有就是到了花蓮 去遊了個橫貫公路 OK 當時我記得我們去 當時很有意思就是 我當時去六月潭的時候呢 還借朋友的摩托車 因為要省錢嘛 那我當時住在朋友家 是在南投 我說台北說巴士到南投 但是吃可以偶爾吃一些大餐嗎 沒有 沒有吃什麼大餐 就是在賓館附近 是簡單的 但是我太太非常非常在乎這個 滅旅行 為了這個滅旅行呢 她訂了三套禮服 三套服裝 三套洋裝 不同顏色的洋裝 在墾丁一套 然後熱潭一套 然後橫貫公路一套 就想穿給你看是不是 她好像是 好像拍外景的感覺 為了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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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又一直猛拍一套 一直猛拍照 拍了很多照片 很深刻 後來我有補償啦 因為當時這個錢 是我太太付的嘛 後來我入社 我在美國上班的時候呢 我特別請我太太到夏威夷 我們從夏威夷 從美國回夏威夷 去渡滅的七天 我跟你講很深刻 很抱歉沒有帶相片來 那個時候就 以這個錢很省 怎麼省 她剛剛講省錢的部分呢 我怎麼省法 我去到了夏威夷呢 我去路邊攤去買 不是路邊攤 超越市場去買這個泡麵 日本的泡麵 然後去買電湯池 那個 我們住的二三星級的 沒有這個咖啡壺 就是買電湯池 然後那個茶杯 那個漱口杯 麵泡麵放在裡面 電湯燒開了 那煮了泡麵吃 省了個錢 所以太太都沒有嫌棄說 沒有沒有 主要是那個夏威夷感情非常好 夏威夷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我還年輕力壯 所以 不是我39歲 所以我現在比較大話的感覺 可是我太太那個時候 是夜夜春宵 我懷念那個許光 我現在懷念 現在是懷念 非常懷念 熱霸好強喔 三十九歲時候還夜春宵 那當結婚去墾丁的時候 就是一下了墾丁 就從高雄到墾丁嘛 一路 封城樸樸樸的 一到了墾丁 住墾丁冰碼 一check in 我馬上這個 千人交戰 執行上電交付任務 我不想聽長久的心愛故事 沒有沒有 要嘛 愛立刻是想講我還願意 你知道是想教一下 你媽媽還蠻辣的 我最上照片 剛剛這個墾丁 墾丁冰碼 你不是說一check in 你哪有時間拍照啊 沒有 不是 就是天人交戰之後 要去照片 三套套裝 他臉上變長白 你沒看到臉是長白 所以當時任媽媽有表示說 她希望多看一點外面的風景嗎 沒有 沒有 她主要是說希望能夠存證下 流電下來 所以拍了很多照片 所以懷孕是蜜月期的時候懷孕的 懷孕 是完全合法生下我女兒的 我是民國66年結婚的 我民國70年生我大女兒 因為很多人說 度蜜月的時候 就因為心情很放鬆 就會順便懷孕 那馬帶來很多 這道真的... 那當時還有就是 戴套子過去嘛 先打住讓我穿空氣 然後先趕快把你的東西消掉 不過我很在乎我太太這個部分 因為我是很計畫的 我自己人生一生都很計畫 就要過日子 那像我太太如果說 要省那個費用啊 那套子很貴的 就當時我是 比如說我太太 我會幫她算時間 套子 套子 那個套子很貴 我都算時間的 比如說不用都算時間 比如說我太太 開始坑分期的時候呢 我就盡量聚人一千里 萬一這個設備不足不行 你不是趕快給我一些新的資訊 快點趕快給我一些新的 我還不行 我要舉個衣服 我舉個你 有一次啊 我太太正好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間點是 危險期的時候 那當時我們大概 危險期的意思是 所以很容易會懷孕 就很容易懷孕 一定要用那個 那我很擔心啊 第二天她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我還打電話過去 到學校找她 她說第一句話 不是說今天對不對什麼 我說 來了沒有 來了沒有 擔心怕懷孕 那你危險期就應該要帶設備 有的時候萬一真的是不行的時候呢 身邊的設備不夠的時候 好噴啦 你們有想聽她的那些故事嗎 我也曾經年輕過 我覺得 從一個年紀大的人講出來的話 很不一樣 對 好特別啊 是啊 就是講男性話 我們那個時代是年輕的時候呢 恭喜你們 上面有想法下面就有辦法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那我們這個年紀是 上面有想法下面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事實上是每天練身體啊 上面有想法的時候呢 下面想辦法 就是這樣子 你是主持人你要接 哇 所以現在那個idea多嗎 就是在 idea多不多現在 現在念身體 現在念身體 今天我們討不過這件事情 因為晚晚菲哥 跟我們也是一樣啊 就是熬到了那個新婚的時候 對啊你們兩個應該是發了 就是猛虎青甲吧 因為跟跟任爸那時候狀況 應該還蠻像的 就是 大 也沒有不能說大部分時間都在反調 所以教會阿姨不希望你們去住她家 是有原因的 太吵了 那時候我也是這樣想耶 我想說可能 可能阿姨不希望我們在她的房間 之類的吧 就是太過分了 對啊 所以你們有計劃 那個蜜月期的時候要懷孕嗎 沒有耶 沒有沒有計劃的 我們這問題不是會引導出 大一集 他們也帶了很多設備去這類的 真的 就是我們要去之前啊 然後就我們還去 阿姨有管到這個部分嗎 阿姨沒有管到這部分 這我們自己準備啦 但是 真的準備超多 超多的 你會怕不會說 你沒有大螞蟻可以買得到 你沒有 你沒再買一包